外转摄政王萧玉的通房柔弱不能自理 上下马车都得萧玉抱着才肯 可我为什么下不了马车 这得问萧玉 来摄政王府的第二十天 我从洒扫花园的末等丫鬟摇身一变成了摄政王的通房 外面的人我不放心 就他吧 话中萧玉只留给我一个背影 萧玉随手一指 我的身价从一个阅历三前的洒扫丫鬟 荣升为阅历十两的高等通房丫鬟 府中这么多人 他偏偏选中我 管是说这是我的福气 福不福气的 也不枉我谋划这几个月 萧玉还是个同男子 我算他第一道菜 一道迎娶长公主前的是菜 就朝二十八年 宫变中先帝只留下了一儿一女 长公主年十六 新帝方才十四 靠摄政王萧玉扶持上位 实则只是个傀儡皇帝 皇室只于孤节寡地 遂定下长公主与萧玉的婚约 只是不知这新朝能否坚持到新帝掌权的那一天 摄政王府邸新设 正是缺人之计 管事的来挑人那天 我作为衙行月礼考核前时 被衙婆推荐给了摄政王府的管事 那管事上下打量我一番 与衙婆询问了我的身世 遂点头 算是定下了我 待他选好人 领着我们去了摄政王府 据说这是曾经的月相府 谁能想到如此清雅的地方 居然是奸向月氏的府邸 我跟着李管事一路上听他介绍 时不时同我们说 这里之前主人的恶行 我心中冷笑 不过是承王败寇 有谁是彻底的好人或坏人 只是立场相左罢了 我被分在了花园 成了摄政王府的末等丫鬟 日日都有花落入泥中 就像日日都有人离开一样 身为末等丫鬟 天不亮 就要早起梳洗 再去服侍比自己高等的丫鬟起身 待他们收拾好 我们才能去干各自的活 一日我在给花浇水时 见到了白玉 她还活着 我抱起她 她在我手里抖得厉害 想是这几个月来 她的主人未归 把白玉吓坏了 当日月香被判处斩 府内活物皆被拉去刑场 一百二十五口 只有月大哥一人逃了出去 而月珠倒在了乡府的后花园 鲜血染红了鲜血 那日后 我没入崖行 只为等待一个尽社政王府的时机 府内不允许下人养宠物 我只能将白玉偷偷养在花园里 她很乖 我不在时从不出来 那日 我如往常般 拿吃食喂白玉 身后传来一男子的声音 你可知府内不准养宠物 我扶在地上 一双云藤图案的黑靴 出现在我眼前 那云纹是用金线绣成的 奴婢知错 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不要将她打死 奴婢会放她出府 我不卑不亢 平静地回话 萧玉停在我身前 半赏未说话 我正要抬头看她时 她不嫌不淡地留下一句话 你到心善 没有责罚 绕开我走了 我扭头看着萧玉的背影 通身都是黑色衣裳 看着就让人压抑 喂完白玉 又将她往花园深处藏了藏 她出去便是一只流浪猫了 没有人给她吃东西 很可怜的 萧玉日日都会来花园 我偶尔也会被她叫过去 问几句话 例如 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 我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 回大人 奴婢叫月初 下月初一是奴婢十六岁生辰 接连几日 萧玉都会叫我过去闲聊几句 可能我言语欢快 有时还能逗着萧玉笑几声 我也因此得了赏赐 回到屋子 同住的姐妹们围上来 询问白日里 大人传我过去作合 我就老实说 大人问了年岁生辰 屋内姐妹开始起哄 我把白日得的赏赐 都分给了她们 我娇羞掩着面 这种时候 有人八戒 就有人记恨 果然第三天 我便因花园没有打扫干净 被嬷嬷责罚了 我的活计派给了 是我为眼中钉的香兰 从在牙刑开始 她便处处与我为难 办完手头的活 我偷偷溜去了花园深处 算算日子 是时候再去花园了 不知白玉有没有偷偷出来 万一被发现 我又不在 她的小命难保 我怀里抱着省下来的馒头 一路小跑过去 拐弯处突然撞向一个坚硬的胸膛 我弹出去 又被人一把拉回来 对上了一双极明亮的黑眸 那里好像有星辰 我一时静看呆了 消遇也有一瞬吃了神 回过神的 我忙跪下告罪 大人恕罪 奴婢不是有意冲撞大人 正回着花 怀里的馒头滚落了出去 我爬过去想要捡起来 却被消遇抢先一步 她手里握着裹了花瓣的馒头 着急去喂你的小猫 是 这次我没有着急告罪 我再等她先开口 你倒是胆大 明知故犯 她的语气平和 应是没有生气 是大人心善 我宫围着抬头对上她的毛子 探究之色稍纵即逝 她道 这几日 为何不见你在花园试弄花草了 我 回大人 奴婢犯错 被嬷嬷罚了 消遇吃笑一声 你这性子 嬷嬷罚少了 我睁着无辜的大眼与她对视 她唇角微扬 她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笑的时候 年前 她以雷霆手段 镇压住了那场腥风血雨的宫变 连同月氏百年世家 都被她救伐 外面都传她是杀人不眨眼的冷面王爷 好似定非如此 她的眼神在我身上 没有停留多久 将粘在馒头上的花瓣包下 扔还给我 越过我走了 她今日心情应是不错 晚间 我接到嬷嬷吩咐 明日起我再回花园做活 她走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嬷嬷刚走不久 香兰就怒气冲冲地进来 指着我骂道 小剑蹄子 使了什么狐媚手段 居然让管师的来叫你回去 香兰姐姐 你 你这是什么话 我被她说得委屈极了 泪在眼中打转 同屋的姐妹看我受了欺负 都过来帮我 是管师的看得明白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月初为什么会被责罚 定是你陷害地说着就将她推出了门 门外传来香兰的冷哼声 姐妹们都来安慰我 我擦干眼泪露出一个我无视的笑容 回了我的硬床上躺下 我又回了花园洒扫 只是这次骁雨不再传我过去 也不曾经过我这边 她就远远地坐在亭中喝茶 有时微风拂过面容 她就闭了眼 不知在感知风还是在绣茶香 有时她在打量我 我不动声色 该作甚作甚 她爱怎么看怎么看 几日后 管师将我们新进府的丫鬟 都叫去了花庭前 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宣布 我站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 前面一个高大的女子挡住了我 萧玉依旧坐在亭中喝茶 一盏茶后 开口问李管师 都齐了 李管师恭敬回道 回摄政王的话 齐了 萧玉从亭中出来 在前面走了两遭 抬手指着我前面的人说 外面的人我不放心 就她吧 我前面的女子立马跪下 喜笑颜开的要谢恩 萧玉眉头微醋 开口打断 不是你 管师连忙拉着我跪下 月姑娘 还不谢恩 我 哦 奴婢谢 管师 谢什么呀 我扭头低声问李管师 谢他让我做通房 一个连窃都算不上的奴婢吗 李管师恨铁不成钢地瞥我一眼 在要谢恩时 萧玉已经走了 她今日是一身悬衣 我一个莫等丫鬟 一跃成了摄政王的通房 摄政王府没有主母 就连通房妾室也无 我是第一个 府内的丫鬟都羡慕极了 回屋收拾东西时 姐妹们都抢着帮我 月初妹妹如此美貌 会让摄政王桥上不足为奇 若是日后发达了 可不要忘记姐妹们呢 这些时日多谢姐姐们照顾 月初定不会忘了你们的 离开时 他们姐妹情申搬送我 我被安排在了主屋的偏房 方便消遇传唤 通房丫鬟说白了 就是正餐前的一道配菜 一年后 不管她有多少女人 都会遣散 晚上 一群人服侍着我沐浴更衣 在我身上擦了香膏 披上若隐若现的薄纱 裹了外衣 将我送去消遇房里 消遇这个摄政王 一天里大半时间 都在书房内披阅奏折 我一开始坐在她上等着 时间过了很久 我有些冷 索性吹灯进了被窝躺着 可那床真舒服啊 我还是第一次睡那么软的床 棉被上有淡淡的香味 闻着就有了睡意 眼皮开始打架 脑子里一遍遍说着 不能睡 不能睡 我是被吓醒的 黑暗中 萧玉的脸就在我眼前 我被吓得直直坐起身 一头撞向萧玉 哎呦 我的脑袋 丝只是你的脑袋吗 两个人的声音 一前一后 很和谐 对不住 还有大人的脑袋 好疼啊 撞得真疼 我生泪都出来了 早知道变装的假些 她的脑袋可真硬 人只是看着瘦小 话出口 并没有恼怒 竟还带着笑意 这话说的 是嫌我近大吗 不给她一个疼痛的开始 怎么能让她记住呢 大人 床暖好了 热呼着呢 奴婢先告退了 我下地点了灯 替她解下衣裳挂好 正要到外间 踏上去睡 被一把扯过去 跌入她怀中 惊慌间对上了 她灼灼的目光 低头发现自己 只穿了一层薄纱 脸顿时羞红了 她生如温欲 蛊惑人心 他们没告诉你 通房的意思 嗯 若你听话 日后长公主进门 定不会亏待了你去 我低谋回事 她俯身上来 不容拒绝 我知我这道菜 日后会尝上桌了 第二日 她早起去上朝 我日上三干材 栏栏起身 不是我恃宠而骄 是真起不来 丫鬟进来 递给我一碗药 说摄政王上朝前 吩咐的 我看着那黑乎乎的一碗 心中暗骂了 萧玉一句 混蛋 喝过药 李管事带来了三个小丫鬟 说让我选一个贴身伺候 我 你们都会什么呀 三个丫鬟依次上前回话 一个会些拳脚 一个会打扮 一个会做菜 嗯 我都想要 我抬头一脸天真的看着李管事 她面色略有些为难 那就都留着正巧萧玉回来 她今日心情似乎不错 还给我带了礼物 是一个金布瑶 我很喜欢 结果就戴在了头上 转身问她好不好看 她微微笑着 不说话 生辰那日 她带我去了云梦楼吃饭 那是京城最大的酒寺 往来皆是文人默克 与达官贵人 进门时 听见有人嘀嘀喊了 萧玉一声主人 原来云梦楼是她的产业 据说这云梦楼日进千金 加上其他产业 这一年的收入 都可以抵上半个国库了 怪不得足金的布瑶 说送就送 一点都不心疼 原是钱多不在乎 她带我来这里用饭 三楼是萧玉专用的天字房 虽说在三楼 可底下人谈论什么事 都能听得清楚 刚坐下 就听见什么谢家 与王家结了姻亲 还有人讨论朝中大事 这里仿佛是一个消息聚集地 我好奇 这天字号房是哪位 能功巧匠设计 抬头匆匆打亮一眼 发现萧玉在看我 不 可以说是沈氏 她正要开口 我筷子上的肉丸 就递进她嘴里 大人 这个好好吃 对着她眯眼一笑 她本瞪大的眼 又缩了回去 她从里馆师手里 接过一个匣子 推到我面前 示意我打开 里面足足十几块金条 这是生辰礼吧 如此直接 饭后她带我去御医方 选了好看的布料做衣裳 我也偷偷替她选了几身 又去玲珑阁买了首饰 回府的路上 马车内 萧玉闭目养神 我悄悄凑到她跟前 仔细瞧着她 五官立体 鼻梁高挺 嘴唇很薄 话说嘴唇薄的人都很薄情的 她今日又是一身水墨悬衣 不笑的时候 冷气森森的 让人不敢靠近 呼马车不稳 我直扑进她怀中 唇轻轻落在了她的脖子上 在抬头时 萧玉眸中多了情 极致诱惑 怎么 还未回府 就迫不及待了 我脸蹭一下红了 退出她怀中 忙摆手说没有 我又没说什么 你脸红个什么劲 说着她又笑了 她为什么老对着我笑 让我很难办的 我毕竟带着任务来 就听她吩咐外面 不回府 继续走 随后她懒过我 在马车内用上了扇 我小声提醒她 大人 上一次还是几个时辰前 嗯 到府时 已尽黄昏 她抱我下马车 进了府 回府 她沐浴更衣 转身去了宫里 今日也是长公主的生辰 像是宫中设有宴会 丫鬟又端来了那碗 极苦的药 我伸出一口气 端过来仰头喝尽 沐浴后 我先睡了 想她今晚是不会回来的 睡梦中很不踏实 突然被一股酒气的男人拦腰抱住 我一个机灵 对着身后登徒子 就是一脚 黑暗中 床下之人闷哼一声 我点灯下去查看 原是萧玉喝得醉熏熏回来了 一身的酒味 她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杀她吗 还敢喝成这样 我去扶她的时候 她面色潮红 仿佛还沉浮在纸醉金迷间 可她真的醉了吗 我用力将她拖上床 打了凉水 替她擦身 大人 你别生气 我可不是故意踢你的 我小声道着歉 转念一想 算了 你喝成这样 哪能知道是我踢的 这也不能怪我 你天天让我喝苦药 我这叫有愁报愁 替她擦完身 我上床躺下 说是将我安排在天房 可我一次也没去过 不知那里的床舒不舒服 分了一半被子给她盖 我翻身时 又把那一半被子 都裹到了自己身上 她就那么亮了一夜 太阳出来前 我发现她身上没有被子 又重新给她盖了的 只是 为时已晚 她那时候已被冻醒 大人 你怎地 还有踢背的毛病 奴婢一晚上 给您盖了 不知有多少次呢 我说得诚恳 不晓得她会不会信 她眉头紧促 面部逐渐扭曲 坐起身 连着打了几个喷嚏 哈哈 她得疯寒了 活该 大夫也给她抓了苦药 可她喝药 如同喝水一般 眉头都不带皱 因为她风寒的缘故 我想挪到外间的小榻上睡 万一被传染了 可不妙 刚睡下 萧玉过来 又把我抱了回去 暖床 她的风寒还挺严重 说话都有鼻音 明明温好床 才去外间睡的 我上去一摸 不冷的 她怕不是想把风寒传染给我 这可比喝药好得快 我立马捂住口鼻 萧玉见我如此 脸一沉 七身吻了上来 第二日 我就开始和萧玉 那个滚蛋一样 不停打喷嚏 我也被她传染 得了风寒 但我坚决不喝药 食苦 一天喝两种苦药 还是杀了我 给个痛快吧 阿T 萧玉 你个混蛋 我这小豹脾气 终于爆发了 管她是谁 你说什么 她的鼻音减轻了些 听起来还是有些好笑 我不喝药 我挪去偏房睡几日就好了 她这人很怪 喜欢我和她唱反调 那我当然得如她愿 只见她眉头舒展下去 只是看着乖巧 那里却时时反抗我 试探我 嗯 她挑起我的下巴 让我与她对视 我最终还是没能逃得了那两碗苦药 风寒消停了几日 月室跟着来了 只是这次没像以往疼的起步来床 我有些好奇 便传来大夫一问 大夫说我体质阴寒 早些年就落下了寒症 只是这段时日喝了补药 有所缓解 原来那不是碧子汤 是滋补的汤药啊 是我误会她了 大夫走前碰上了萧玉 虽又给我抓了一服药 只是这次碗旁边多了蜜饯 开了婚就再也吃不下素 风寒家月室 已经有半月未同房 身体刚好 萧玉像一头饿极了的狼 我在她脖子处咬下几个齿印 你是想咬死我吗 情动之时 她的嗓音轻缓 第二日 她起身上巢后 丫鬟又端来一碗药 说摄政王吩咐继续喝 刚躺下 却又被迫起身 姑娘快醒醒 丈公主来府 要见你 我被丫鬟拉起来 梳洗打扮去往前厅 我也想看看 这位假公主适合模样 她打亮着前厅的摆设 扭头发现 我与她这同样的粉色衣裙 又看向了我的脸 她姿色平平 捏着帕子的手很粗糙 僵养了几个月 还是没有改变 怕是个冷宫里顶替我的宫女 只是不知这帐公主的位置 她的命还能压几时 她看我站着不动 本就不好的脸色 瞬间浮现怒意 给她的宫女使眼色 那宫女上前斥责我 大胆健庇 见到丈公主还不行礼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宫女姐姐 我只是个没规矩的野丫头 不知这里要如何行 哼 你这个不知礼数的健庇 是你勾引我玉哥哥的 身为公主 说话如此粗鄙 我白了她一眼 但面上恭敬有礼 回到奴婢不敢违抗摄政王的意思 还请公主赎罪 话说完 她冲过来给了我一巴掌 我向后躲了一步 跌进了刚踏入门的 萧玉的怀中 脸上一疼 我知道被她手上的戒指 划伤了脸 玉哥哥 使这剑壁她对我不敬地 长公主见到萧玉过来 立马柔生起来 像是我打了她一般 我泪眼婆娑 无辜地望着萧玉 大人 我声音微颤 眸中泛起水雾 滴滴唤她 我和长公主赎清赎重 她并会责罚我 我得装得可怜一些 她眼中微有怒意 仿佛下一句话就要斥责我 长公主 她胆小 默下着她 萧玉居然在替我说话 这让我有些惊讶 先扶她下去 传大夫来 萧玉一声吩咐 我被丫鬟们扶着出了前厅 走前 背对着萧玉 我对假公主微微挑眉 冷笑 假公主一副银牙咬碎的模样 瞪着我 坐在镜子前 我还在后怕 小小年纪下手真狠啊 她那戒指中 但凡藏点什么 我这脸今天就要毁了 没多久 大夫来替我看了脸 说大无碍 给我配了那服外用的药 怎么又是药 前面那十几年 我怎么没发现我与药如此有缘 我求萧玉 大人 可不可以不喝 我现在看到药就想吐 不喝药 你的脸怎能好呢 她妈撒着我眼角的泪质 满眼深情 好 奴婢喝 我推开她的手 看来她很在意我的脸呢 那我乖乖喝药便是 她突然递给我一小盒药膏 不想喝便不喝吧 这是芋蓉膏 是宫里御医研制给皇室用的 千金难求 我接过 用了几日 效果确实不错 肌肤更胜从前 一日 萧玉突然问我 你叫月初 是哪两个字 我 就每月初一的那个月初 我还以为你是这个月 她拉过我的手 在手心写下一个月字 我 大人 我不识字的 可我想学萧玉两个字怎么写 我一脸认真地对上她的黑眸 她叫人拿来纸墨 指我手一笔一画地叫 你为何不同其他人一样 唤我王爷 而是叫我大人 教我习字时 萧玉随口问起 你是别人的王爷 却是我独一的大人 我扭头满眼柔情地看他 她耳垂微红 捏紧我握着笔的手 专心些 明明是她先问我 却叫我专心些 萧玉嫌我目不时钉 我被她逮到书房研磨了 每其名曰 教我十字 闲暇时 她就教我十字看书 半个月下来 我勉勉强强认住了一百个字 有时她就让我念朝臣的奏折 我说我不敢 她偏要让我念 我 磕磕 白 白王上 阴心 我满脸疑惑 怎么会有人说这样没头理的话 七 是皇上恩赐 他又被我的愚蠢逗笑了 哼 说了不念 你偏让念 我一头扑进他怀中 感受到他身体逐渐传来的温热 他推了桌上的书册奏章 将我抱了上去 他眼角含笑 目光灼灼盯着我 我仿佛是他势在必得的猎物 我用手推着他的胸膛 大人 这里可是书房 我小声提醒他 他眼神迷离 向我靠过来 初二 你好像 就如初见你时一样 可我偏步 一把推开他 逃出了书房 那以后连着三天 再没踏进过书房一步 我在摄政王府的日子 清闲得很 萧玉休暮时 就在书房批阅奏折 我静静地在陪在一旁看书 偶尔有不懂的地方 他总会放下手中奏章 替我解惑 我进步很快 萧玉都夸我 若是男子 现在温书定能赶上来年的春事 女子变不可了吗 难道女子就注定要困在这一小方天地 永远沉浮在男人脚下 闲暇时 我拿了书在院中看 白玉就窝在我脚边 她现在可是吃得圆圆的 萧玉为我魄力 让我将白玉养在身边 白玉睡得正像 我抱起她 用鼻子碰她的小鼻子 她滴溜溜地大眼看我 和她的主人可真像啊 萧玉看到这个场景 捏住我的下巴 亲过她 就别再探过来亲我 是吗 那我得多亲几口 说实话 亲萧玉还不如亲她 晚晨时分 萧玉又带我去了云梦楼 我依旧在那低头吃着饭 听到有人低声讨论 你听说了吗 月是还有人活着 心下一惊 他们是说月大哥吗 我表面不动神色地吃着碗里的饭 心里却盘算着出府一趟 可脚门都有人把守 不轻易放人出去 只能从正门出 这摄政王府比皇宫还森严 皇宫好歹还有狗洞可以出 这摄政王府怕是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吃完饭打到回府 一日给萧玉更衣时 我拿出上次在御医方定做的衣裳 大人 今日穿这个吧 你平日里除了黑色便是玄色 活像个 我憋着笑 欲言又止 萧玉挑起我的下巴 像什么 那我说了 你不能打我 嗯 活像一只大乌鸦 哈哈 萧玉期待的目光一缩 大手在我腰上捏了一把 这些时日果然将你的胆子养肥了 大人 你说过不打的 我奋起反抗 朝他捏了回去 他嘴角微翘 放开了我 抬起胳膊 施以我替他更衣 你最近越发胆大了 连我都敢编排 我没有 明明就像只黑乌鸦 我把话顶回去 萧玉一脸不开心 我熟练地替他穿好衣服 送他出门 看着人走远 我立马返回屋内 拿出一件与萧玉身上一样的衣服 乔装打扮与萧玉身形无二 用义绒术伪装成和他九分相的脸 快速出了门 我面无表情去了府门 门口的守卫没认出来 恭敬对我行礼 一只脚迈出门时 守卫发出疑问 摄政王刚才不是出去了吗 我强装镇定 侧身给了那守卫一个眼神 萧玉狠利的眼神 我学了好久 那守卫立马低下头 不敢作声 我顺利出了摄政王府 一路小跑进了一家不起眼的杂货铺 进去之后 门口的树上果然挂着白灯笼 我从暗门进入小院 岳城坐在那 几个月不见 他沧桑了不少 岳大哥 你真的回来了 这时候回来 我怕消遇他 放心 此次回来 便是要他命的 他眼中的恨意越发浓烈 岳香虽死 可他留下的人脉势力 不是短时间可以铲除的 这也费了消遇不少精力 听说你顺利进了摄政王府 是 可我还未找到玉玺与兵符的下落 无妨 杀他才是首要任务 岳城眼神愈加狠力 他只想要消遇的命 初七 我会引他上天桥 我与岳城定好刺杀计划 离开了小院 我从小胡同绕着回了摄政王府 把衣服里的东西都丢了出去 将手中两张易容面具摘下 扔在了河里 我一路小跑 定能赶在萧玉下朝前回去 可千算万算都未算到 小皇帝今日罢朝 萧玉回来得早 我被逮了个正着 萧玉见到我身着男装 黑了脸 对上他阴质的黑眸 我有一瞬想掉头跑 奈何跑不过他 脚下一通 正要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时 被萧玉提起 带回了府 我自知没礼 也不反抗 他将我扔在了床榻上 骨头都快摔碎了 我嘴上喊着疼 心里却平静得很 他坐在屏风前的圆桌上 给自己倒了杯茶 也不说话 自顾自喝茶 他是想让我开口解释吗 天不 我从床上爬起来 一瘸一拐地来到柜子前 换起了衣服 就当着他的面 边换边问 大人今日回来得好早 我差一点就可以萌混过关了 那倒是我回来得不巧了 他举着茶杯 却不见何 正巧呢 这是大人与我心有灵犀 换好衣服 我也坐在了他旁边的凳子上 给自己倒了杯茶 偷偷摸摸地去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萧玉瞥了我一眼 大人 我要说我什么都没做你信吗 我真诚地对上他的眼 他别过头 吻了一口茶 放下茶杯出了门 算是不与我计较 背对背躺着 在他身边多少日夜 我都想趁着他熟睡 了结他 宫殿那日 他故意拖延 以至于皇室被屠戮 只剩下一个皇口小儿做皇帝 还默认贾公主顶替我 做驸马 不过是他篡位的第一步 我娘是冷宫弃妃 生下我体弱多病 终在我十岁那年 撒手人寰 月珠是我人生中的一束光 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月珠闯进了冷宫 她与我成了好友 她常在皇宫居住 每次都会给我代书 教我任字实礼 她是月太后侄女 亲定的太子妃 她说 待她与太子成婚后 便像父皇秉明 冷宫中 还有我这样一位公主 前提是 我要学会她 布置下的内容 我学了六年 她也终于要成为太子妃了 可突如其来的宫变 太子身死 月香成了奸相 月家人被判斩首 宫变那日 我从狗洞爬出 跑去月府时 那里已成了空宅 后来便是月家人 被斩首的消息 我冲向宣德门菜市口 遇到了易容过的月城 月珠的嫡亲哥哥 她心红的眼中 全是恨意 她告诉我是 萧玉杀了月珠 我曾扮作月珠的贴身侍女 出过一次宫 那易容术 便是月珠交给我的 那年我十四岁 第一次见到了宫外的世界 我和月珠说 我不想做公主了 我想出宫 自由自在地过这一生 月珠心疼地摸着我的头 说我本是天之娇女 不该受如此苦 她定会护着我 可她再也不能带我走出深渊了 因为我本就在深渊里 想到这里 恨意让我止不住颤抖 萧玉翻身搂住我 可是冷 抖得如此厉害 是有些冷 许是累了 回了她的话 逐渐睡过去 不多日 方间传言摄政王布局 身须体弱 所以后院久久 没有喜讯传来 也有人说摄政王 是顾及皇室颜面 不会在长公主进府前 让妾室有孕 可人总是会把坏了的地方放大 流言传来传去 就是摄政王布局 难有子嗣 萧玉夏朝回了屋里 走向链子的我 捏起我的下巴 是你放出去的话 说本王不行 他从来不对我自称本王的 看来是有些气着了 我只是出去买了药 不幸可以去找药铺的掌柜对质 现在说谎都不脸红了 那日出去到底干了什么 你自己清楚 他的守卫用力 谋中有怒火 当日出去是买强身健体药的 我可不想年纪轻轻死在榻上 为了出府 只能穿着你的衣服 谁能知道 这件百姓的嘴如此厉害 我一脸无辜样 还在说谎 萧玉捏得我很疼 疼疼疼 快松手 脸蛋要被捏错 为了我拍打着萧玉的手 她最终还是没下得了重手 放开了我 大人 你是听了谁的挑唆 如此怀疑我 那日碰巧听见香兰在和萧玉告发我的丑事 说我当日偷出府 是去见衙行的情人 她与我从衙行一路过来 描述得会声会色 她不去说书 真是去才了 萧玉思索片刻 谋中的怒意稍减 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安分些 我会给你想要的 第二日萧玉就准了我出府自由 只不过得有人跟着 萧玉吩咐厨房 日日给我煎药 说是必须喝 我无奈地看着眼前那碗黑药 对萧玉说 我真没给你戴绿帽子 这药里不会有毒吧 我拉了她的衣袖 这是你要的补药 萧玉轻甩开我 沉了脸 转身出门上朝去了 我端起药 咕噜咕噜下了肚 胃里一阵暖和 但嘴里实在苦 拿起盘子里的蜜饯 就往嘴里塞 蹊跷那日 我拉着她上街看灯会 她坐在马车内 说让我自己一个人去逛逛 派了人跟着我 我在周边的摊位上 买了好吃的唐人 又回了马车上 萧玉看我回来 抬眼问我 这么快就逛完了 我低头搅着手中的帕子 一脸失落 没有 街上的女娘们 都有夫君陪着 我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回府睡觉吧 下车 萧玉虽没好气 最终也和我下了车 她拉着我的手 随着人群 逐渐向天桥方向靠近 果然目标一上天桥 四周就充满杀气 留在马车旁的萧玉的手下 被造乱的人群越挤越远 眼看杀手的剑向着我们挥了过来 我被萧玉紧紧护在身后 看这情形 来得不止一波人 其中还有人是冲着我来的 天桥下萧玉的手下 正艰难地往着赶 我们被堵在天桥上 前后都没了退路 不行 这样下去 我只会比她先死 我一咬牙 假装失足掉下天桥 萧玉也跟着跳了下去 我水性好 从小太妃便训练我有水避气 为的就是将来这可以保我一命 借着黑暗 萧玉拉我躲进了桥下面 一片阴影处的石头后面 黑衣人向下脚子似的 一个个都跳了下来 在水下四处寻找 我假装憋不住气 双手紧紧捏着萧玉的胳膊 萧玉回头看我 握着我的后脑勺吻了上来 替我肚气 我们在水下藏着 等黑衣人都游向了别处 我才和萧玉向着安全的地方游去 这一场刺杀失败 想找下次就难了 本来想着 今日萧玉一死 我就此出了摄政王府 这下看来 还得从长计议 只是我如今一个丫鬟 居然也有人想要我的命 月光下 萧玉紧紧盯着我 她可能怀疑我了 这次回去 怕是在南全身而退 可我得回去 我还没拿到福 思索间 萧玉接过手下 地上的斗篷 踢在我身上 拉过我上了马车回府 一路上无话 没几日 月城的人便被铲除了一波 回府后的日子如往常 萧玉待我 甚至比值钱更好 好日子没过几天 长公主又亲临了 摄政王府 这次谈话很是融洽 你若安分 日后本宫进门 会让摄政王 抬你做个姨娘 懂了吗 是 奴婢省得的 她不打骂我 我当然也恭恭敬敬地 听她说话 只是早上吃了大肘子 线下有些闹肚子 手还不时摸着小肚子 憋着憋着 脸色就不好了 长公主看我这样子 眼睛紧紧盯着我的肚子 脸色难看 猝然起身回了宫 我恭敬地送她出门 立刻就朝宫房跑去 只是这么丢人的事 又让萧玉知道了 被她笑话好几日 没人打扰 我也算过了几天舒坦日子 一日晨起 结果压缓地上的茶水 片刻便肚子绞痛 猛地吐出一口血 晕了过去 再次睁眼 萧玉坐在我床头 屋内很安静 天黑了却不点灯 我动了动身子 推推坐在床边的萧玉 大人 怎地不点灯 萧玉转过身来 黑暗中 她俯上我的头 替我噎好被子 说让我安心睡 那双手很温暖 那一刻 她的声音像是可以蛊惑人心 我听话地闭了眼 呼吸逐渐均匀 睡梦中 萧玉好似对我说了句 别再伤害自己达到目的了 你想要的 我会给你 次日醒来时 身边没了人 近来服侍的丫鬟 眼生得很 回话也谨慎 西问之下 原来我被人下了毒 下毒之人 就是我那三个贴身丫鬟之一 下毒之人已被障蔽 其他两人因失察之罪 发卖了出去 我对他们很好 从不吝啬 他们为什么要背叛 替别人害我 看来对人好没有用呢 院子里的丫鬟 又重新换了一批 而我跟前这个 是萧玉亲自挑的 这是放在身边监视我吗 不久宫中传出 湛公主重病 挪出了宫休养 萧玉日日下朝 都来陪我 把书房的奏折 也搬到了院子 陪我晒太阳 有时还会对我 说起朝中大事 不过是以 讲故事的形式告诉我 有时 他像个传道授业的夫子 说着太妃和月珠 从未教过我的帝王之道 萧玉变了 事事都依我 对我极尽温柔 仿佛那日落水后 被人夺了舍 或许他也是装的 就是想在我身上 得到些什么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着 在萧玉身边 我可掌握的东西 越来越多 书房已经不是我的禁地 他好似还很乐意 我去书房 我找了那么久 却只找到有半枚虎符 成为通房第一日 我就摸清了藏虎符的地方 可我不能直接拿 费了好些时日 我偷偷做了一个 可以假乱真的虎符 将真的换了出来 我只需再等等 等一个时机 萧玉对我如此放松警惕 我都怀疑是陷阱 可我还是要与月城通风报信 让他们提早做准备 上园前夕 萧玉带我去一个 祈求姻缘的寺庙 在一棵挂满红绸的 姻缘树下 萧玉揽过我 温声道 这棵树许愿很灵 我学着它的样子 双手合十于胸前 闭眼 求什么呢 这里可是姻缘寺 总不能求我的黄图霸业吧 你其实并非什么 牙形的奴婢 我也知你是故意接近我 让公主殿下 萧玉呼地开口 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是何时知道的 我扭头看她 顿了顿 她道 你对我可曾有过 一点点的喜欢 喜欢啊 我最喜欢萧玉了 我一脸真诚 我会帮你得到 你想要的 她拉我入怀 可我不信 就比如 母妃爱我 却又恨我 太妃疼我 却又是父皇的人 岳珠视我为知己 却又将我当作工具 我嘴上说着爱萧玉 却一心想杀她 这个世上 唯有人心是最难测的 所以 我谁都不信 回府的路上 岳城又派了杀手 这些个月 萧玉明里暗里 舍了她不少羽翼 这是破釜沉舟的一战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萧玉将我紧紧护在身后 我绣着这拼杀的血腥味 一瞬将我拉回了那日宫变 太妃替我挡下致命一件 断气前 她从冷宫密道 护送我去了养心殿 她让我去见见我的父皇 那个生了我却不养我的人 将我弃在冷宫十多年 不闻不问 多少次在生死边缘徘徊着 可太妃却说 多年来 她是爱我的 可她的一生 从来做不得主 她护不住母妃 护不住我 只能冷眼旁观 宫殿也是她一手安排 她要用自己的性命赌一次 她将玉玺交到我手中的时候 我才知原来玉玺那样小 我一只手就将她握住了 那日父皇告诉我 兵服在萧玉手里 可她却迟迟不来救驾 她说我名为尔玉 她在牌匾后放了传位诏书 若我能活着回到皇宫 皇位便是我的 她握着我的手紧了紧 眼中是我十六年来 都未曾见过的慈爱 可她看起来很虚弱 她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说她从未忘记过母妃和我 心底最坚硬处 仿佛被凿开缝隙 我还没来得及问她一句 我也是有爹爹疼爱的孩子吗 店门突然传来了撞击声 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把门给我撞开 是月珠 她是未来的太子妃 定是来救驾的 我刚想起身去开门 父皇拦住了我 叫我快躲起来 我不解 他却狠狠把我推进了密道内 密道门刚合上 就听见月珠带兵闯了进来 开口便要玉玺 他不说话 那个说要带我出深渊的阿子 居然一箭杀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叫他一声父皇 他就这样死在了月珠的手里 月珠风笑两声 冷宫的人杀了吗 话语间充满了冷漠 主子 有人护着他 我们没有得手 给我搜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居然是他要杀我 那一刻 我咬紧牙关 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响动 等他们离开后 我从密道离开了皇宫 我跑去月府后花园 白玉还在 月珠就一定会回来 我抱起白玉 躲进花园深处 太阳落山前 月珠果然回来了 白玉 快出来 月珠焦急地叫着白玉的名字 衣衫不整 再不是从前端庄的月氏嫡女 我扑进她怀里 阿子 冷宫里的人都死了 我抱着她 哭得绝望 她匆忙安慰我一句 月初乖 你先在这里待着 阿子很快回来接你 她还在骗我 一把将我推开 蹲下身去要抱白玉走 突然她停下动作 抬头不可置信地看我 嘴里鲜血涌出 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 她痛苦地倒在地上 白玉也从她怀中跳下去 跑进了花园深处 没错 我一刀刺入她的心口 杀了她 不一会儿满地鲜血落着鲜血 小心 思绪被打断 萧玉一把将我带到别处 命令手下的人带我离开 先带她走 我随后与你们会合 呵呵 她以为她能全身而退吗 她与月成碧有一死一伤 我只等着坐收渔翁之力了 离开前 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是从何时起再没穿过 玄色衣裳 她的月白色衣衫 被鲜红的写尽头 就像是开在冬日雪景里的玫瑰 很刺眼 很脆弱 我再没回头 身后的刀剑声越来越远 我被消遇的人送去了皇宫 养心殿内 小皇帝神情交集 看到我时怯生生的 眸子一闪 似乎有想亲近的意思 那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我和他身上都留有先皇的血脉 可我想要他坐下的皇位 且我有父皇留给我的玉玺 我明尔玉 父皇最后的意思 不就是想将皇位传给我吗 要说废他 我还是有些不忍心的 我正要对着小皇帝行礼 他冲过来 一把抱住我 皇姐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一阵 我在冷宫多年 除了先皇和月珠 外面的人都未见过我 我弯下身去 皇上 你怎知我是你的皇姐 父皇画过你的画像 这个秘密只有我和父皇知道 小皇帝贴近我的耳边 悄悄和我说 皇姐 父皇让我将虎符交给你 朱砂消遇 我装作震惊地盯着小皇帝 他从身上拿出了另半枚虎符递给我 原来在他手里啊 我亲手将两枚虎符合在一起 小皇帝突然跪在我面前 皇姐 成夜什么都不懂 便被摄政王推上了皇位 在这位置上夜不能寐 生怕哪天就被摄政王拉下皇位 死无葬身之地 献下皇姐虎符 玉玺在手 还请皇姐登基为地 玉玺 皇帝 这是作何 这天下是不会让一个女人做皇帝的 你安心即可 我扶起赵成夜 话说得很明白了 我不会同他抢皇位 只是他那一闪而过的杀意 让我有些失望了 一夜未眠 不知宫外战况如何 次日 宫外传来摄政王朱砂叛逃 月氏余孽的消息 只是他自己也身受重伤 昏迷不醒 皇帝亲自带了御医过去探望 看着床上面色苍白的他 我竟有些心疼 李管事抬头见识我 激动地上前拉了我一把 月姑娘 你可算回来了 大胆 这是姑的皇姐 其实你个奴才可以拉扯的 小皇帝震怒 对着李管事怒声道 李管事吓得慌忙跪地求饶 无碍 都先下去吧 李管事忙带着众人退了出去 阿弟 你可知为了取得虎福 我原是萧玉的通房 这还真是应了与他的婚约了 赵承叶满脸不可置信 他可是有谋逆之心的宁臣 皇姐千万别被他迷惑了 他是我的夫君 可否留他性命 我看着昏迷的萧玉 一脸心疼 赵承叶眼角露出轻蔑之色 回宫后 赵承叶便昭告天下 先前的长公主冒名顶替 我才是真正的长公主赵尔玉 赵承叶在皇宫内宴请群臣 正是受封我平阳定长公主 宫宴上 我穿着华柜接受群臣朝拜 赵承叶也起身向我敬酒 我笑盈盈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只是不多杯 我便不胜酒力 路都走不稳 被宫女扶着去了后殿歇息 宫女服侍我歇下 见我昏睡过去 西灯都退了出去 黑暗中 门外有动静传来 你就在此处等着 不许进去 门突然被打开 我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 停在了我床前 来人抚摸着我的脸 我猛地睁眼 对上他那贪恋的目光 赵承叶被突然醒来的我吓了一跳 接着又恢复原样 黄姐 你如今已中了软金伞 姑劝你 还是快些交出玉玺和兵符的好 毕竟姑也不忍伤害 黄姐这样的美人 放肆 我可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姐姐 哈哈 那又如何 宋前费帝不也与自己的亲姐姐私混 姑又有何不可 说着 便向我靠近 我翻身躲避 用刀底在赵承叶脖梗上 他斜着眼睛看我 显然是被这突然横上脖子的刀下找了 赵尔玉 你敢是君 是君 你是今夜宠幸工人 死在了工人的床上 何来是君役说 黄姐 我错了 你别杀我 父皇在牌匾后 留了传位诏书给你 我们去娶来 你便是正大光明的女帝 若杀了我 你也别想活着走出这厚殿 是吗 可是那一照 我已经看过了 父皇并没有传位给我 那是一道赐死我的诏书 父皇谋划十多年 用命除去越是一族 又想用我的命 替你清理阻碍 让我和萧玉斗个你死我活 你好安稳做你的江山 可惜了 父皇全都算对了 唯有一点 他的儿子是个不成器的 你觉得 你还有和我谈判的资格吗 有刺客 来人 快来人 赵成夜见没有了谈判资格 便扯开嗓子 拼命喊人 只是他喊了半天 无一人前来救驾 你可知 这把刀杀的上一个人是谁 是月珠 他骗我杀我 所以成夜 你该如何做呀 我明日就下退位赵书 传位于黄姐 只求黄姐别杀我 如此可教也 不多日 赵成夜下了退位赵书 自请费为晋王 传位于我 此赵书一下 民间又传出十七年前一则称语 国师推算出后世会出一位女帝 不过很快便被朝廷出面镇压 只是第二年 月珠出生了 月氏一族蠢蠢欲动 认为那个女帝会出自她们月氏 当年 所有有身孕的公妃 都被月太后私下处理了 我母妃因为是异国和亲公主 被废入冷宫堡下一命 而我出生那日 本来是要溺死的 母妃拼死护住了我 永求冷宫 先皇伤心欲绝地 从冷宫爆出一个死鹰说是我 她默认我可以活着 但从小不可活在人前 不可以真面目示人 当日留我一命 不过是为不测之时 照是能留一个血脉 可后来 她真正心爱的女人 替她生了一位皇子 对她悉心教导 以命相护 月珠常告诉我 皇帝有多宠爱小皇子 让我心中充满恨意 再放我出冷宫 想借我的手除掉小皇子 他在扶持体弱的太子登基 可眼看皇帝一天天崛起 他们只能快刀斩乱麻 发动了宫变 直接视君篡位 却不知 先皇暗中培养了十多年的 萧氏遗孤肖玉 肖玉横空出世 以雷霆手段 斩杀了月氏一族 先皇临死前都在算计 可谓机关算尽 开始我也以为 她是真心疼爱我 爱于月氏才不敢与我亲近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从出生起 便是一枚棋子 可我是棋子 他们又何尝不是 因为我也听闻了 那后世女帝的称语 母妃教我识别人心 太妃受我生存之道 月诸传我本事 却从未有人教诲我信任 这下好了 他们都走了 我谁都不信 有时我连自己都不信 登基那日 接受群臣朝拜时 朝中有一半人不服我为地 他们拒绝拜我 场面一度变得冰冷 我想起当日在书房 看到的那个名单 名单上之人表面为高权重 实则内部已然腐烂 不堪一击 我学着当初 肖玉的铁血手腕 下令将名单上的几个人 拖了出去 其他不服我的朝臣健壮 都对我俯首听命 拜见吴皇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登基大典顺利进行 只是肖玉作为摄政王 一直都未露面 我也没有去见他 他为了彻底铲除 越是费尽心力 到头来 却是为我做嫁衣 我登基后 赵承夜前往封地 做了个闲散王爷 走前他微微一笑 陛下 这高位之上 你注定孤寂终生 我回之一笑 那你便好好活着 看估如何开辟一个盛世 朝中局势大变 为了稳固朝纲 我颁布了一系列 对百姓有利的国策照领 民可在州亦可复州 百姓在乎的 只是君主会不会有利于他们 却不会在乎 一个君主是男子还是女子 朝中是时候该注入新的血液了 我完善了科考制度 凯恩让寒门子弟 也能科考为官 只要他们有那个能力 往后我还要开设女子书院 女子再不用被拘在后院后庭 她们也能有自己的天地 也可为官作宰 逐渐废除世家封殷制 不过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 当日在摄政王府 萧玉传授给我的帝王之道 今日我用得得心应手 她仿佛一早就在为我铺路 可当初我视她为仇人 不惜用命算计她 她应是后悔当日为我谋话了吧 登基后的一个月 我体会到了萧玉当初摄政的辛苦 日日都有处理不完的奏书 我有些怀念在萧府 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但这种握人生死的权力 让人沉迷又恐惧 怪不得历代皇帝 都不愿自称姑 独坐云巅 确实孤寂 我忙碌了整整两个月才腾出手 早朝时大臣们纷纷上书 劝我早日大婚礼帝夫 这人选当然是那个 霸朝两月的摄政王了 加之前面的婚约 帝夫之位非他莫属 可萧玉那人会甘心做帝夫吗 下朝后我直奔摄政王府 萧玉正靠在我之前 看书的那张藤椅上 见我来了 萧玉缓缓起身 面色平静 陛下安 你 可愿做我的弟夫 我内心是有些忐忑的 那陛下的后宫 此生便只能有我一人 他抬眼 对上我的目光 好 我和萧玉的婚礼操持数月 他也将他那富可敌国的私库 上交于我 大婚后 我又在前朝玉书房忙碌起来 很少去萧玉那边 萧玉总和我说 不要不顾身体 我也只当耳旁风 直到一日 我累倒了 萧玉在边上照顾我 他给我讲起了故事 当年萧氏一族被越式陷害谋逆 萧氏全族被斩首 那时的先皇没有实权 只能尽全力保住了他 他第一次进宫时 走失在寒月宫附近 又失足落尽河里 有个小姑娘跳下去 将他带了上来 他还没来得及问那姑娘名字 姑娘扭头便跑了 小姑娘蒙着面纱 他只记得他眼尾的肋指 从那以后 他被皇帝秘密送往边疆 直至十年后才归来 他不再是那个 东躲西藏的萧氏遗孤 而是作为摄政王 出现在世人面前 原来他就是 我曾经救过的小公子啊 我听着便睡了过去 我以为这日子 会顺遂地过下去 直至萧玉倒下那日 我才明白 在赵承叶走前 说我注定 估计终生是什么意思 我的好父皇 他虽帮了萧玉 却也留了一手 他给萧玉下了慢性毒药 在他二十岁这年 才会毒发 这样即使赵氏被废 他也坐不长久地位 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人 已离我而去 我都曾将他们视作亲人 可他们利用我 背叛我 杀我 唯有 萧玉爱我 萧玉走后 我做到了对她的承诺 后宫空置 再无一人 群臣也不好反对 因我那时已有两个月身孕 是萧玉留给我的孩子 八个月后 我生下一位公主 她一出生 我便封她为皇太女 我要她延续女帝的荣耀 在我三十一岁那年 我的皇太女 吉吉之日 第一届女子科举正式实行 她们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第一批女子入朝为官 她们终未来 或许还会出一个女巷 今后还会有许多女子 从后宅出来 步入朝廷为官作宰 还有无数个娘子军被建立 如前朝太宗之解 上阵杀敌 平定天下 她们再不会被家族轻易舍弃 因为她们有了和男子一样的权利 地位 这便是我赵尔玉 想要的圣使天下